大家好 这几课我们要学习的算法是支持向量机SVM SVM最早是在1963年提出来的 当前的版本是在1993年提出来 然后在1995年发表的 SVM在深度学习出现之前 被称为机器学习中近十几年来最成功 表现最好的算法 那这里的话最后这一句话呢 它包含了两个信息 第一个信息呢是 SVM呢在最近的这十几年以来 然后表现得非常好 它比较适合应用于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分类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这个图像识别或者是说人脸识别 这样一些比较复杂的数据的分类的情况 那应用于这些图像图像这些数据做分类的话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神经网络或者是用 KNN或者是用这个角色数 其实都可以用了用他们来做这个图像的分类 只不过呢 他们分类的效果呢都不是特别好 但是用但是用了SVM之后呢 它这个分类得到了这个效果呢 都比传统的一些机器学习的算法要好很多 这是SVM它的一个特点 比较适合应用于一些复杂的一些 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些分类的情况 那这里还有另一个信息 另一个信息是说 在深度学习出现了之后 那SVM就不行了 这是包含的第二个信息 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就是SVM呢 它比较适合应用于 应用于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分类的情况 比如说图像识别人类识别之类的 那同样的深度学习呢 也是比较适合应用于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分类的情况 并且呢深度学习一般来说 应用于一些比较复杂的分类的情况的时候呢 得到的效果会比SVM要好很多 这里我们要注意是好很多 不是只好一点点 所以说现在大家看到的 就是一些图像识别 或者是人脸识别的一些应用的话 用到的技术呢 基本上都是深度学习的技术 那SVM基本上已经 在这些领域的话 基本上已经不用了 那并不是说SVM它已经被完全淘汰了 只不过呢 它在很多的领域都被这个深度学习所取代了 但是还有一些可能有一些 比如说这个数据量比较小的时候 或者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情况下 可能就SVM的话 效果可能会比这个深度学习要好 但是只不过呢 是比较极个别的情况吧 就是大多数情况下 SVM呢 效果呢 都没有这个深度学习效果要好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学习这个东西呢 因为SVM呢 在深度学习出来之前 SVM已经有了比较广泛的一个应用 并且呢 它也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机器学习的算法 也流行过很多年 所以说现在尽管尽管它的风头已经被这个深度学习所取代了 那我们还是 但是它背后的数学原理还是比较深刻的 比较值得这个学习的 好 所以说我们也来学习 还是要学习一下这个SVM这个算法 它SVM这个算法呢 它背后的数学是相当复杂的 所以说 到时候我们解释这个数学的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尽量简单化的去讲解它的数学的这个这个推导的部分 尽管我们比较简单 简单化的去讲解这个数学的推导 但是可能还会有很多同学可能还是听不懂 如果你实在听不懂的话 那这个数学推导的这个部分的话 你也可以省略掉这个部分 就是你实在听不懂的话 你也可以去跳过 直接去 我们使用这个SVM的时候呢 直接去掉裤 掉它的裤就可以 如果你能理解的话 就可以尽量去理解一下 如果你对这个数学推导特别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之后在学习完这个课程之后呢 你也可以再查阅一下其他更加深入的一些资料 来更加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SVM 但是我的建议的话 就是我建议大家就不需要 我觉得不需要太去花很多的时间去 去很深入的去学习这个 或者很深入的去了解这个SVM这个东西 除非你是 就是专 除非你就是学这个机器学习这个学科的 就是除非你就学这个专业的 要不然的话 呃 就我们不需要 特别特别深入的去研究这个SVM这个东西 因为现在 如果你有空余的时间的话 你还不如多学一下这个深入学习 深入学习的这一部分的知识 因为深入学习的话 呃 也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学习 要要研究 并且呢 现在深入学习的效果呢 呃 已经比SVM要 在很多领域的话都要好很多 所以说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还是 去学习 深入学习 深入学习相关的一些知识会比较好 那SVM的话 呃 除非你是特别感兴趣 要不然的话 你就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了解这个东西 好 说了这么多 就是给大家讲解一下 呃 就是给给大家对这个SVM SVM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吧 好 下面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SVM这个东西 它到底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那这里的话 我们有两个类类类类别的数据 黑色和白色 同时呢 我们画了三条线 这个绿色的线 蓝色的线和红色的线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三条 呃 我们 以这三条线作为这个两个分类的这个分界线 哪一个 哪一条线的话 感觉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分界线呢 那绿色这条线肯定不太好 绿色这条线的话 呃 明前会有一些这个分类分错的情况 那 那肯定不太好 那蓝色这条线的话 呃 它是没有没有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因为呢 蓝色这条线的左边的是黑色的类别 蓝色这条线的右边的是白色的类别 所以它分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红色这条线呢 它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 这一边的是黑色 然后底下这一边的是白色 所以说蓝色这条线和红色这条线都可以 那我们觉得蓝色这条线好还是红色这条线好呢 呃 从这个观察 从这个图里面观察 我们应该会觉得 红色这条分界线 它是一个 它的次第条比较好的一条分界线 它比蓝色的要好 那 为什么这个红色的要 效果 红色的这个分界线 效果要比这个蓝色这条线的分界线要好呢 可能我们很难说出这个 原因出来 好 那我们SVM SVM呢 这个算法呢 它就定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做了这样的一个定义 SVM它 它的目标呢 是要寻找这个 区分两个类别里面的这个 超平面 然后使得这个边际最大 那我们看一下 假设这里 这里是一个分类的情况 两分类的情况 那这条线呢 这条线画出来之后呢 呃 这条线 然后往左边平移 同时呢 也往右边平移 那往左边平移之后呢 它 它移动到这个点 就是跟这个点 这个相切的这个点 这个位置 同时右边这条线呢 往右平移 然后移动到这个位置 跟右边这个白色点相切的这个位置 那这两条线中间的这个距离呢 就称为这个边际 就是这里的这个距离就是边际 好同样的 那同样的这个数据集 假设我们画出这样一条这个分界线 然后把这个分界线呢 也是往左边去平移 往右边平移 移动 左边移动到这个位置 右边移动到这个位置 那这里的话 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边际 那这两幅图里面呢 我们会发现右边这幅图 它的边际会比 会比较大 左边这个图 它的这个中间这个边际呢 比较小 好那 其实我们也可以观察出来 边际比较大的 这个分类的边际 感觉感觉上来说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分类 分类的边际 那边际比较小的这个分类的边际呢 感觉效果就没有右边这个好 就左边的这个分界的分类的这个效果 就没有右边这个分类效果好 所以说SVM呢 它是为了 它这个算法呢 它就是要找到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边际 使得 这样的一个超频面 那对于二维的情况下来说呢 是一条线 如果是三维的数据呢 就是 就是一个面 那多维超过三维的话 那就是一个超频面 就是说它要找到一个超频面 来区分这两个类别 然后使得这个边际最大 它的这个算法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找到这个 这个超频面 然后使得这个两个 使得这个分类的边际最大的话 那它的分类的效果 应该就是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我们再来 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 关于这个 向量内积的一些 一些这个概念和操作 比如说我们有两个向量 这个X和Y 这两个向量 那向量求这个内积呢 就是X乘以Y 那内积的计算就是X1乘以Y1 再加上X2乘以Y2 再加上 这个XN乘以YN 而向量内积还可以显成下面的形式 下面的话就是 这里是代表这个向量的模 就是X它的模乘以Y的模 再乘以这个X 这个cosθ cosθ呢 是X这个向量和Y向量的一个夹角 这个模呢 也叫做 这个向量的模 也叫做这个范数 它的计算方式呢 是向量乘以向量 向量乘向量 就是内积相乘 然后呢 再开根号 那 然后就是X1的平方加X2平方 加上XN的平方 再开根号 就是这样去做计算 预行相似度 预行相似度的话 它是这样去定义的 就是cosθ等于X乘以Y 再除以X的模乘以Y的模 向量内积的话 用几核几核的这个形式来表示 就是 这个 比如说U这个向量 再乘以V这个向量的话 就是 它们向量的内积 最后求到的结果呢 是大于人的 因为 这个 它们之间的这个夹角 是小于90度的 所以这个cosθ呢 它是 大于人的 所以 相乘完之后呢 是大于 相乘完之后呢 内积大于人 如果这个V和这个U 它们之间的夹角 大于90度 那这个cosθ呢 是小于人的 那这个 它们之间的内积 V乘以U 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小于人的 好 那这两页的话 就是给大家复习一下 这个向量的内积 后面我们要用到一下 好 那这个图里面呢 是有两个 这个类 两个类别的这个数据 这个 一个类别的上面 一个类别下面 那中间这条线呢 中间这条线呢 就是它们的这个分界线 好 然后这里两个虚线呢 就是它两边的这个边界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图呢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这个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这个 公式 比如说我们把中间这个 中间这条分界 分离平面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WX加上B 等于0 那这里这个WX呢 它是两个向量 W是一个向量 X是一个向量 再加上B等于0 就是中间这个 我们就这样去定义 那上面这条虚线的话 我们可以定义为 WX加上B等于1 下面这条虚线的话 我们可以定义为 X加B等于-1 那具体的这个计算的话 我们在这里 这里讲一下 为什么说 为什么说上面这个 上面这条虚线呢 我们可以定义为 WX加上B等于1 下面这条虚线定义为X WX加B等于-1呢 是 假设 假设这两条虚线呢 它得到的这个值 不是 不是等于1和-1 比如说等于这个2和3 这两个值是我随机选取的 你也可以取其他的值 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比如说 它的值不是1和-1 其实呢 你可以调整这个W和B 这个W和B呢 是两个参数嘛 我们是可以调整的 那你调整完之后呢 比如说 比如说调整的方式 就像下面这样 就是 这里我做了一个推导 好 推导完之后呢 这个U和 我这里 我这里设了一个U和一个V 那U我们计算完之后呢 等于这个负的五分之二 V 调完之后呢 等于五分之一 那就相当于是 我们对上面的这个式子 上面这个式子呢 它两边同时乘以负的五分之二 这里 就是左边乘以这个负的五分之二 右边呢 也是乘以负的五分之二 然后呢 再加上五分之一 左边再加五分之一 右边再加五分之一 那下面这个式子也是一样的 下面这个式子 我们两边同时乘以负的五分之二 然后呢 再加上五分之一 经过这样的一个转换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 它就变成了上面这个样子 就是右边这个 2乘以负的五分之二 再加上五分之一呢 就变成了一 然后负三乘以负的五分之二 再加上五分之一 就变成了负一 那就是 这个等式的右边呢 就变成了一和负一 那等式的左边呢 它 它 它也做了一些改变 这个w呢 它变成了这个 负的五分之二w 那这个b呢 变成了这个负的五分之二b 再加上五分之一 就相当于是 它这个w和b 变成了另一个数 其实 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 可变的一个参数嘛 所以说它现在变成另一个数 其实也没有 也 这个无关简要 反正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些 不管它右边的这个式子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都可以做一些变换 把它变成这个 这个wx加上b等于1 然后wx加上b等于负一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上面这条线就是wx加上b等于1 下面这条曲线呢 就是wx加上b等于负一 好 那根据这两个式子的话 我们可以做以下的推导 就是我们用 这个上面这一行 上面这个式子 减掉下面这个式子 那就等于这个w乘以x1减掉x2 然后等于等于2 那 这个式子的话 我们可以 因为因为它这里是两个向量嘛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下面这个样子 它是等价于下面的这个形式 那这里是w的模 然后这边是x1减掉x2的模 再乘以这个cosθ cosθ是它们两个向量的一个夹角 那我们再看看回这个图 好 那这个x1和x2呢 比如说是这两个点 这里是x1点 这里是x2点 那x1这个向量的话 是这个向量 然后x2的向量呢 是这样一个向量 然后x1减掉x2的向量呢 是得到得到这个向量 就是现在我鼠标这个位置 这个请节这个向量 好 然后w这个向量呢 w这个向量呢 是这个方向的 它是往这个方向的 那w这个向量的方向呢 它是跟这一条线垂直的 就是这条线垂直的 就是这个方向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们之间的这个夹角的 这个cosθ的夹角呢 就是这个角 现在这个位置 这个角 那这条这个向量呢 是x1减x2 然后这个方向呢 是w的方向 所以说它们之间的夹角 是这个θ是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x1减掉x2的模 再乘以cosθ等于什么 x1减掉x2的模呢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呢 再乘以cosθ 这里是cosθ 最后呢就等于这个d 这里这个d呢 就是就相当于是 它们之间的 这里 这里这两条线的一个距离 相当于是这两条线的一个距离 那这两条线的距离 就是我们 SVM这个算法要求解的这个关键 那前面我们讲了SVM算法呢 它就 就是要使得 这两条线的距离最大 因为这两条线的距离最大的话 我们得到的这个分类的边界呢 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边界 好 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 它就是这个d 这个d就代表这两条线的这个边 是这两条线的距离嘛 那这个式子呢就变成了 呃 w的模再乘以d等于2 那d呢就等于这个2除以这个w的模 那最后的话 我们可以求解出这个式子 好 那呃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对吗 对不对 还有这一条线